全部都扔下来了 妹妹 总要快点 妹妹 放了快点 姐姐的叫东友 弟弟在看 今天婆婆买了这个菇来煮汤 白菇 有一些朋友说 这个是来油煎的 这几条是大条的菇皮 之前买的 冻到冰箱的 这个是鲨鱼皮 鲨鱼皮来煮这个 蒙虾肉还有瘦肉的 炒一个豆角 起锅热油 都是要先煮鱼 5条 这几条跟肉苍鱼一样大 喜宋盖 烤锅 薑 薑 木 前面盐 青 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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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大地鱼钢粉 全部都下了 加点蚝油 加点水这样让它焖煮一下 很黏了 一下子又会干锅了 先这样调好味来煮一下 等一下才入味 再来一点水 把这个糖是黏黏的 中毒翻炒一下 它很黏的 再来点虾肉 虾肉煮时 再把瘦肉丁倒下来 虾肉片要大火来煮 放熟就可以 这个光火了 好 葱白 这个鲨鱼皮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的 鲨鱼皮在我们这边炒上这边都是一般做好事啊 有什么喜愿啊都会用到这个鲨鱼皮 是一道好菜来的 瘦肉煮熟就可以了 辣椒不敢先下 因为小朋友吃 等一下煮太久怕太辣了 所以就后面一下 好香啊 好香啊 又非常下放了 营养很好 大家如果有煮的话一定要加一点大地鱼缸粉 大地鱼缸自己炸炸熟用刀把它拍碎 然后来炒 这里面加进去大地鱼缸粉就很香了 如果少了这个大地鱼缸粉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这个炉虾肉一口一个很脆甜 先盖了等一下凉了 蒸王子 这个是煮饭 炒豆角 这个豆角要炒至断生 炒到它变成翠绿色的 才可以加水 等一下煮出来才让 再加一点婆婆自己腌制的虾酱 这个就是虾皮腌制的 这个是非常咸的 不可以加盐的 加来这个虾片 这个一打开出来味道真的是非常香 炒到这个颜色变翠绿 就要开始来加水进来煮 等一下煮出来的这个豆角又脆又软 很好吃 帓家府 所以给你带着腌制的 我永远就要打扰 没有反应的 因为他看到有汁了 这个眼睛啊 老师直勾勾的 看着这些吃的 白菇汤 加点豆腐 嫩豆腐 几个虾肉煮汤更甜 松肉下来 哎呦你这个弟弟讨厌 来来来 这个招手就是来来来 来来来来 问他他都懂了 现在好多东西问他在哪里 他也知道在哪里 看一下这个白菇汤 婆婆每次一煮都要煮一大锅 因为我大爷一个人要吃球 上次就吃了三碗 今天妹妹在家嘛 然后呢就煮多了一点 婆婆已经煮好了 现在把菜端过来 妹妹今天有点感冒 请假在家 因为明天都不用上学了 所以今天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天 看一下中鱼 调一点中药 加了一盒卤味 卤鸭还有粉肠 姐姐喜欢粉肠 妹妹喜欢卤鸭肉 这个汤是两姐妹都非常喜欢的 鲨鱼皮 妹妹就不敢吃 姐姐就非常喜欢的 这个营养好 姐姐都喜欢吃这些东西 豆角 还有剥皮 明天的菜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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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